在南海的局势现在大家持续关注着 那么最主要呢也是因为我看到了是 美军他们这个航母啊 是两艘航母哦 从上个礼拜到现在到底在这儿干什么呢 而且还有加强演练跟盟国演习哦 不知道的朋友赶快回头补课 看我今天的擎天天下事直播啦 可是呢我今天接下来要讲的不是这件事 是什么呢 是大陆解放军现在可也不是吃素的 现在也是在南海要加强训练 做什么样的训练呢 我们来看一下大陆的官媒报道给你看 说海军的五指山舰在南海实战化的训练 在这个里面有多科目有高强度 而且呢看到这个画面 甚至还有火炮操作手调整射击参数 打击敌方目标 有画面还有照片一一秀出来 那么同时也告诉了大家 这五指山舰它究竟有多强的实力 有多大的盾位 那么此外不仅是在海上 在空中也看到的是什么呢 是南部战区的海军航空某兵团有多架的反潜巡逻机 正开展着搜工前训练 这是在今天早上看到相关的报道都一一呈现出来 所以首先就先请丽将军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现在南部战区所做的这一项演练好吗 我先跟各位观众说明一下 五指山舰是071-27船屋舰 那它现在秀出来的下面还不是最重要的 它这些只是船上舰炮 那不是重点 重点是它船肚子里面的东西 它船肚子里面的东西才是它要展示的 那大概军事包括我 包括我相信菲律宾包括美军也都知道这艘军舰来这边的意义 我先说明它肚子里面装了什么东西 它肚子里面可以装四架的直升机 直巴的直升机 还有四艘的气垫登陆艇装到这上面 所以我觉得你带着这些东西来讲 就是可以做三期的登陆作战 也就是从空中来讲 我可以运兵机来登陆 然后海上的话我可以用两期所谓的气垫船 来实时登陆 除此之外 它这条军舰上面总共可以带九百个官兵 九百个官兵是多少人呢 两个营 也就是可以带两个陆战营 那两个陆战营的话 如果说在这个时候 实时登陆作战来讲 在南海地区它在哪里登陆 就是很明显的指向先兵礁 这东西我想说不言可遇 就是解放军这时候在这边秀出 071这种两期登陆舰来的话 目标就是指向先兵礁 我觉得先兵礁 因为现在停了两艘的这种 菲律宾的军舰 那这两艘的这种海警船不是军舰 它只是海警船而已 那目前来讲的话 被这个解放军他用民兵船 或者是海警把他围 总共44艘把他围困在那边 那小马可是原来的想法是 想要比照马德雷三号一样 用办准坐摊的方式 来占领这个先兵礁这个岛 但是我相信 这是1999年发生的事情 马德雷三号 那此一时彼一时 就解放军来讲 他那个时候跟菲律宾 他们两个国家其实那时候海军都不是很强大 所以双方有个军子协定 就是说你既然说你船破了 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不对 但是你也不要说是在那边建立部队 或者是填岛造路 那我们大家就和平相处 所以说马德雷三号那边 他只要 但是你要承认说那块是我的领土 那时候菲律宾政府也同意这件事情 就是说我同意是你的领土 那我要去做人员运补或者运输 或者人员总是官兵要休假的时候 或者退伍总要回来 我要运新兵上去我就跟你打个招呼 所以双方这样子一直和平相处了二十几年 那一直到杜特季时代的时候也都相处得很好 也都互相保持住这种所谓 他们所谓叫做君子协定 事实上就是一种默契 大家我们在这个时候也没有必要 我们重点就放在我们两国之间的经济发展 那才是重点吧 我买你的香蕉 对不对 那你来讲的话 你不要说真的是把这个土地占你 那你对我必有限 我们香蕉就不买了 我跟别人买 现在就不买香蕉了 现在菲律宾也跟我们台湾一样 我们台湾是民主凤梨 他现在也开始要 民主香蕉 民主香蕉 卖不掉 那这次来讲的话 当然这个我们可见 马可 小马可事 他真的是受了美国的怂恿 那美国发现说 这个大陆来讲兵力越来越强大 他不但要在台海 他要在南海那个地方堵住这个解放军 不让他出第一岛链 那在这种状况下 他南海那边 台海那边当然就是台湾 东海就是日本嘛 南海那边很明显就是借用菲律宾 所以这个美国来讲的话 在菲律宾他总共借了九个基地 我们知道前一阵子还 到今天为止 还在第五次的 今年就第五次的这个军演 然后上次兼兵兼台刚完 马上又开始军演 然后我跟你讲 月底又一个叫环太平洋军演 对这个菲律宾也会参加 那很明显的美国想要借助 菲律宾的能力 而且在那边部署了提风战斧型的 巡逆导战 对解放军来讲 对中国来讲 那是熟可忍熟不可忍 在这种情况下 解放军就把这个乌子山军舰开过来了 那第一个我刚刚讲的这套军舰 我大概介绍过 就是两栖登陆作战 第二我讲他什么 他过去 其实他不见得要用兵力 他那个直升机就很可怕 怎么讲呢 他直升机不要开枪 他只要直升机在上面吹 你人就站不住脚 这个我想说 大家印象中应该还记得 你记不记得 921地震的时候 那时候李登辉总统 他去四岛灾区的时候 就到那边去 他乘坐了直升机下来的时候 那个风这样一吹 把下面的老百姓 其中有一个就受了重伤 所以那个风的力量 一般人是承受不住的 那你何况在那个岛礁上面 你人怎么站得住 所以第二个我要特别讲 吴子山这个军舰来讲的话 他停泊在哪里 大家也要去思考 就说我不是光是一套军舰来 你要考虑一下 我这套军舰从哪里开过来的 我跟大家讲 他从哪里开过来的 可能从云阳基地开过来的 也就是柬埔寨开过来的 柬埔寨云阳基地 解放军帮他盖了一个长 300多公尺的码头 甚至可以停靠到 未来航空母舰可以停靠 那你如果说吴子山 从那边停靠过来 那再加上美濟岛礁这些 有空军的实力来讲的话 那你这个菲律宾真的是要去思考说 要不要在这个地方 稍微说话来讲 恢复我不要说 这个退缩 但最起码说节制一点 那你这不要在这边招惹他们 那另外我们看这架飞机 这叫运巴 我们经常我们台湾 老台的我们经常讲说 这个辅战兵力辅战机 这个主战战机多少架 辅战兵力多少架 这又是解放军来的辅战战机 那它是运巴 但是它可以做很多种 它可以做电子机 也可以做这个反潜机 那这架为什么是反潜机呢 因为它后面脱了一根尾巴 这个 最后面 屁股后面脱了一根长长的尾巴 就是那根棍子出来 这里啊 对那根棍子 那根棍子就是反潜用的 像我们台湾来讲 P3C 你看我们那飞机 也是后面脱了一根尾巴 那可以是侦测海底的 这种潜舰用的 因为我们知道南海 南海这个海底形状也蛮奇怪 它有岛礁 但是有些地方也很深 也适合潜舰活动 那美国上次有一艘 攻击型的核潜舰 就在这边撞到 大家记不记得 就去年来讲的话 它那个潜望塔上面撞坏了 开回去修到现在还没有修好 就是在南海撞的 所以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也适合这个 不管是解放军或美军的 潜舰在这边活动 所以它会潜舰在这边 它这个反潜机 倒不是针对菲律宾 菲律宾倒是没有反潜机 但是怕美军会在这边 有潜艇在这边活动 所以我觉得说 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不管它展示了这艘军舰 我们要看的是 它军舰肚子里面装什么 那它从哪里过来 它还有哪些资源的武力 那整个来评估 那为什么这时候出现 我觉得跟6月15号 这个解放大陆来讲 它要通过它海警3号 那会不会在6月15号 它真的会动手 其实我们没剩下几天 不到一个礼拜 我们大家倒可以拭目以待 它会不会依据它的海警法 它赋予它海警执法的能力 这样这个马德雷3号 或这些渔船 我觉得前面它几个动作 已经在铺成这种 就是比如说 它讲说马德雷3号的士兵 拿枪指着他们 对不对 它讲说马德雷3号的士兵 去割断中国渔民的渔网 或者是说它特别展示出来 说你假借运送商贩名义 事实上你把防袖的机 我要送到那腰船 我觉得种种的这些讯息 都在铺陈的6月15号 它要动手的一个 掀起铺陈的一个作业 对 所以现在话要说明 但动作也要做出来了 那现在来看看 刚才在讲 南海现在在这边看到了 解放军军演 这个时候 当然也就是告诉你说 因为对于中方来说 我外部的威胁增加了 可是现在对于菲律宾来说 他也觉得 他的外部的威胁在增加 来那我要请导播 给我们看一下下一张 我们来看看 菲律宾的领导人 小马可世 他现在的态度 可是非常的坚决 是不是真的就认为说 反正有美国撑腰呢 您看他现在还到军营 来发表演讲 我跟军方是站在一块的 军方要来抵御 外部的威胁了吗 因为他强调的 外部威胁更显著 所以菲律宾应该为 所有的可能 做好万全的准备 没有要夺领土 也不打算重划 包括专属经济区 在那主权领土线 只是要致力于自我防卫 但也不忘外交接触 而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还特别跟美国合作 把他的卡加岩省 也就是在吕宋岛北端 跟台湾靠很近的 那个卡加岩省怎么样呢 大入加强国防合作协议 所以你看都是军事方面的动作 老师 是 其实基本上菲律宾 它是一个相对弱势 在于美中两大之间 所以他找到一个 自己的立足点 但问题是军事毕竟 我先插开一个题来说一下 毕竟军事是短暂 它不会永远都是常态 可是民生是常态 我举2023年菲律宾对外出口的数字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很快 那么2023年菲律宾对外的出口 对中国大陆是55.8亿美元 占它出口的16% 对美国排第二名是52.2亿 是占了14.9% 对于日本是第三 刚好每日第三 总共占了51.9亿美元 刚好是14.8 香港是38.4亿 是11% 所以如果你把香港跟大陆加起来 刚好是28 也就是美国的两倍 如果每日两国加起来 刚好是等于中国大陆 所以比较起来 菲律宾如果在打这种 所谓的地缘政治 或者是结盟拉斑结派的东西 你考虑清楚 你的经济利益 是主要靠谁 毕竟天大地大 吃饭皇帝大 那当然现在可以看得出来说 他把这个军事基地 希望能够透过这种方式 让美军来使用 但是不要忘记 他开始在拉拢日本 希望把日本拉拢进来 大家这边看到 所以希望能够 所谓的互惠准入协定 他现在就能够增加 彼此菲律宾跟日本 在彼此的军事基地 临时停留的时间 未来不排除 能够把美军的加进来 美 日 非 联合军业 这些我觉得都是动作 因为基本上 与美国过去的经验 在必要的时刻 他都可以抛弃 可歌可泣 他可以歌手 可以抛弃 所以当非兵的马克斯 完全都向美请袭 他是聪明的还是笨的 我想有待日后的验证 比起来 你看其他的 澳洲女性 都会谈到 那个就更灵活了 他就不会把压宝 完全压在美国身上 因为美国呢 当然我们很多人说 非兵是不是 福家福威 这也没有关系 但你要靠的是 真正的老虎 万一这只老虎 是越来越像直老虎的话 菲律宾恐怕 陪着夫人又折兵了 对 所以回到 像刚刚比方说 举例 这个菲律宾香蕉 如果说你这个 要卖到中国大陆 卖不出去了 那问题是美国 也没有跟你多买 美国其实是 跟中南美洲买的才多 那这个菲律宾 是不是也应该 想想办法呢 为了经济民生 但显然的 现在从军事国防来讲 他现在就是铁了心 就是要走到底 跟随着美国的脚步 所以呢 刚才这个上次也听到 我们在谈 跟着美国 一起来合作 你特别就是要 跟台湾这么近的地方 你要去纳入一个 军事的合作 那是什么意思呢 再来 日本的态度又是什么 就是要 这个互惠卷入协定 看能不能赶快 来落实 那现在呢 7月8号 又要再开 第二次的会议了 那么说现在 签署的可能性 是非常之大 而且还强调的是 要共同的军演 不仅是日本 还有拉着 纽西兰 甚至是澳洲 连美国要把它纳入 不是吗 那纽西兰跟澳洲 这两个国家 你不是就听到了 这个大陆的总理李强 即将要在本周 稍后 即将要到访这两国 谈的也是经贸合作吗 可是 现在纽西兰 我们看到他的外长 还在6月10号 会见了菲律宾的外长 他们呢 共同讨论如何改善 两国伙伴关系 以及南中国海的挑战 这个纽西兰的外长说 我们努力做出承诺 并确保南中国海 或西菲律宾海的 海上安全与权益 与我们当时同意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时候一样 你看哦 他先讲了这个 South China Sea 然后后来又说 或西菲律宾海 这个呢 是美国跟菲律宾 比较爱听的 但是呢 对于中国来讲 明明就是中国南海 讲什么西菲律宾海呢 那我发现 这个纽西兰的外长 好像蛮面面俱到的 上次 我们先讲日本跟菲律宾 那日本菲律宾 在今年四月份 第一次召开 有关于两国的 这二加二的会议 接下来 那么大概是第二次 目前看起来 两国来签这个 互惠准备协定的机会 应该是没有一亿了 那当然总体来说 日本跟菲律宾 大家共同在谈到 有关于刚刚讲印太也好 或者是包括在 南中欧海地区 就整个南海地区当中的 这些安全性的问题 因为大家现在标局的 都是安全问题 在这些国跟国之间的 合作的时候 日本跟菲律宾 日本跟包括纽西兰 都基本上没有去谈主权 他们都一直在把 安全这个东西标局出来 刚刚前面小马可氏也是 主要强调说 印太多危机 然后等等 然后菲律宾 后面很多危机重生 所以当然简单讲 这整件事情的本质 就是什么呢 就背后都没有看到美国 他们这个日非之间谈 并没有特别又讲说美国 可是都知道 这就是简单讲 小弟们的抱团 就小弟们彼此互相抱团 抱团来 那么实际上背后的部分 还是美国的意志 当然这里头比较有特别 我觉得值得注意的地方是 现在其实菲律宾在 进行的是什么呢 国跟国之间 他们要签订这个 无论互惠总统协定 协定或者跟后面 纽西兰也会有进一步 类似的这样子的法律 或外交上面的合作 他们主要是要建构一个 所谓的法律 建构一个 因为军事的交流也好 或军事的合作来讲 特别是你要常态性的 运作的时候 你不是就是只是一个 政府的命令 或者是一个总统的部分的 想法或军事方面 大家就可以决定的 你还是要有一个 法律的准则 当你有法律的准则之后 你就仿佛 仿佛可以站得比较住脚 所以日非现在建构的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后面跟 其实纽西兰也是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 他们要建构这个之后 后面要干嘛呢 后面就对于中国大陆 一旦比如说6月15号 开始真的会有强势的动作 他们要造就的东西 是一种类孤立主义的部分 就可以大家比如 十个小国一起谴责中国大陆 而大家各种谴责的缘由 其实是来自什么 就来自这种法律建构 国跟国之间 大家就去安全性 或者是像菲律宾 现在跟整个纽西兰的部分 他们想要签的 还是依据着 联合国海洋公约 等于依据联合国海洋公约 虽然纽西兰你这么远 菲律宾在这里 和大家针对这个海洋公约 特别是太平洋国家 这个部分的 共同性的安全性的合作 所以这里头又一切都师出有名 所以我觉得现在 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其实就是说 刚刚讲了 在建构法律层面 大家讲话都很小心 就是刚刚叶行所提到的 这个纽西兰在跟这个菲律宾 他们在整个外交 语言里头 你放眼看过去 完全没有China 没有中国 有南中国海 一讲到China 马上就立刻又修正一下下 而这里头不刚刚讲 安全是大家共同的考虑吗 他这里头就有点名 的国家点名谁 点名北朝鲜 就是说比如 比如朝鲜方面带来一些安全性的问题 所以我日本跟纽西兰 不是菲律宾跟纽西兰 我们就要合作 所以就完全都不敢直直点名 这个中国大陆当中 对于他们心中造就认定的威胁 但这里我们也很清楚看到 从纽西兰的角度 都知道纽西兰在这一阵子以来 跟中国大陆的经贸关系 改善得非常非常好 那么先前的部分 所有纽西兰完全站在美国这边 尤其在军事同盟方面 造就中国大陆当中的 彼此相关的敌意 在这一年多来 有非常非常多的话解 包括纽西兰总理部分 到北京访问 各方面来讲 很多都打开了 所以在这样子背后 有美国压力 必须得要 菲律宾跟纽西兰 还是要有些军事合作动作 而且透过外交 透过外交来表达 这种合作的意愿的时候 看起来纽西兰是很清楚的 他还是要把所谓 跟中国大陆的外交 跟经贸当中 其实是分别处理 而在处理的这个过程里头 涉及到军事的部分来讲 是非常的谨慎 点点滴滴 都没有去碰到 中国大陆的这种禁忌 而且我认为 也在观察 到底6月15号之后 中国大陆接下来 是不是透过 更强硬的动作 因为知不知道 中国大陆过去来 用灰色地带 时间慢慢的处理 但接下来 是不是中国大陆 更强硬 更鲜明 更直接 从甚至海警的层面 拉上到解放军的层面 我觉得6月15号 中国会怎么样 来维护他的南海 核心利益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也还在观察 我们看到 是大陆的海事局方面 他们做了一个公告 告诉大家 在6月11号 在长江口 这个深水的水域 要做交通管制 那敏感的人 马上就会联想到说 难不成跟福建建的 第二次海事有关联 也就是说 之前我们已经知道 它开始第二次海事了 所以是海事完成了吗 那但是事实上 我们知道 来我们看看 大陆的第三艘航舰 福建号 那么二度海事 它是跟第一艘航舰 辽宁号 同时在渤海 黄海海域现身的 所以难道是 在一起现身 是什么意思呢 有什么样的合作吗 训练呢 军事专家有分析了 说这个区域周边 只有大陆跟朝鲜 可以在电子频谱 确保的情况之下 测试通信 跟征搜系统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那现在我们已经看到 数一数日子 那大概差不多是 维持了20天的海事 是就这样 然后二次海事 已经成功了吗 好 先来请教一下 丽将军 来这个第二次海事 是不是真的成功 一艘航空母舰 它海事 我们它 海事的细节 不会让我们知道 这绝对是它军事机密 那譬如说它 火力全开的话 可以跑多快 对不对 它的无线电 可以征收多远 这些都是它 军事机密资料 它不会告诉我们的 可是通常来讲 我们观察一艘军舰 它海事成不成功 可以从两个指标来看 第一个就是 它去海事的时间是多久 那第一次来讲 它原来公告九天 就在第八天回来 那大家就很怀疑 你是不是发现什么问题 提早回来了 所以提早要回来修 要调整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说 不是这么一回事 它那次等于展现给你看 它你们好奇要看 对不对 那我也不睁睁眼 我就给你们看 我不但给你们看 我主动拍给你看 我不但主动拍给你们看 我还要用4K高清的影片 拍整艘军舰的运作的情形 给你们看 那其中有 那时候有注意到几个细节 第一个它确实是 它转弯的弧度 很平稳 我们知道航空母舰 是要起降战机的 那你船 你这个船的重心 跟浮力 浮心 我们讲说一个东西 都有重心跟浮心 那你必须要做得很精准 才可以 那个船才不会磕头 磕头就是船头会这样摇晃 像印度的航空母舰 它就会这样摇晃 这样摇晃的时候 你就没办法起降战机 因为你甲板在那边上架晃 你怎么起降 所以那次它特别展现给你看 我高速转弯的时候 我船还是很平稳的 就比较说它起降战机 没有问题了 但那天来讲 它给你看完 第二个我们要观察 就是多久时间 第二个我们要观察是什么 就是回来以后 它到哪里去 它回来以后 如果说发现这条船 问题很多 我测完以后 我发现这个动力系统 也有问题 电力系统也有问题 雷达系统也有问题 它就会怎么样 它会上甘船屋 整个做一个大修 但那次来讲 我们发现说 它没有上甘船屋 它只是停靠在岸边 那第三个我们观察指标 就是说 它下一次出来是多久时间 如果时间很长的话 代表它要修理的 它要调整的项目 非常的多 结果真的出乎意料之外 这个才15天 两个礼拜时间 它就出来正式做海事 那这次海事 它倒没有公布 我觉得这次海事 它可能确实测试了一些 它比较军事机密性的数据 它这次在这次的设计 当然它现在对外来讲 它是说测试通讯 然后征收 上次说动力电器 对不对 这是通讯征收 但是你测试动力 测试征收跟通讯 有需要说叫辽宁舰跟在旁边吗 我个人是打上很大一个问号 因为你通讯来讲 你跟你暗计通讯就可以了 或者跟其他军舰来做 通信联络就可以了 我自己是觉得说 这次它是不是 而且它这么神秘兮兮的 是不是测试舰载机 因为辽宁舰在旁边的话 就是表示说 如果说万一 我UV嘛 万一我这舰载机 在这航母上面起飞 然后拦阻所或各方面 如果说有其他的临时有故障 或者是测试的结果 我这个电池的这种拦阻 动力不够的话 我临时还有个备份的辽宁舰 可以来用辽宁舰来 当备份的起降的航母 所以我觉得很可能是 这个辽宁舰跟这个福建号 两个在搭配双航母作战的一些 这个彼此互相支援 比如战机的互相起飞降落 或者是无线电的通讯 或者相互的资源 因为毕竟来讲的话 福建号是属于新一代的航母 那辽宁舰是第一艘 他们是从苏俄买过来的 瓦兰格号改装的 那这系统上面两艘军舰 不管是动力速度 可不可以搭配在一起作战 我觉得测试项目是这个 那大概20天来讲的话 我觉得他很快这么测试回来了 我觉得应该是测试状况 是蛮成功的 但是我也不敢说百分之百 因为我们后续来讲 我们可以再看他回来以后到哪里去 如果他只是靠岸边来讲的话 要表示测试真的是很成功 那如果上了甘船温会来讲的话 可能他要调整的东西就会比较多 需要修点东西 等于说把水放掉 整个动力系统是不是要大修 所以我们后续有待观察 但是一艘航空母舰 其实他也不可能说是在 一个月两个月就测试完 因为你知道像福特号 美军的福特号 他整个海市将近四五年的时间 他在正式成军 所以他是一边测试 一边就是接装 我海军人员开始跟你这个工程人员 做交接 做学习 所以他是同时在同步进行的 那我们后续来看看 他一定还会有第三次的海市 那我们来看看他这个中间时间隔多久 我们在推敲 他正式海市的状况是怎么样 对 不过坦白讲从第一次到第二次 跟前面两艘航舰相比的话 他已经算是快的了 因为之前其实都是 大概要隔个三个月 这次是隔两个礼拜 他就第二次海市了 然后第二次海市 这个速度 当然我们不晓得说 是不是真的 你说看到进度 好像感觉是非常的快 但是成如刚刚立将军所讲的 他的成果怎么样 那恐怕就会有待 进一步的画面释出之后 就像第一次一样 我们才可能比较能够有清楚的轮廓 只是现在好多网友都急着在敲碗 都说干嘛要这么低调呢 很想要看成果啦 当然我想拭目以待吧 不过说到了这个大陆现在呢 一二三 后面还有哦 都是在发展它的航母 可是呢 现在对于美国来讲 感觉压力是不是真的越来越大 因为江老师 我们看到美国的国家利益杂志就报道 中国航母的噩梦啊 可是要成真了 中国正在打造超级航母舰队 好奇怪 北京花这么多钱 时间建造全面的反介入 区域拒止的网络 用来阻止美国的航母战斗群 那么西方专家就很不解 干嘛需要这样做呢 那就反观美国 还有它的盟国吧 是不是可以仿照中国 来打造一个美国版的 反介入区域拒止的网络 去反制中国的军事力量 挫败中国的进攻机构 是吗 中国大陆这么做 所以美国要学起来了 不是吗 之前都在讲 都是要向美国美军的国防 该看齐 怎么现在是回来 要向中国看齐呢 这个通常啊 人上百形形色色 军队里面也好 国家也是一样 你与其啊 几个国家去联盟 你从历史上 可以看得出来吗 这个战国七雄六国联合纵横 最后没有用 各有各自的利益 各自的算盘 这几个国家 美国也好 或者菲律宾 日本 乃至于其他国家 澳洲 或者是纽西兰 各有各自的盘算 他们心不是一条的 也就是说 你看那个协力 协力就是一条心 三个人 一个人通常不会有三条心 那三个人也不会一条心 可是大陆不是啊 他去 从上到下 如背实指 如手使臂 如臂实指 他是一以贯之的嘛 如果以这个情况来看 其实中国大陆这件的 这种居士力量 确实是可观 我上次的节目当中提到过说 根据美国自己的 Business Insider 还有这个CBS等等的广告 或者是他们的那个报导 谈得很清楚 就是中国大陆的造舰能力 是美国的232倍 那必须非兵应该大更多了 那如果以无人机来说 2015年 中国大陆就是 已经是美国的四倍了 经过了七八年 这下当了更多 那个无人机的费用更低 量又更大 除此以外 当然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在整个经贸上面 不论是大陆对外对内 其实都有大幅的涨进 到美国呢 很多时候是自己保护自己 所以如果以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美国想要把这些拉拢起来 制造跟大陆一样说 中国大陆已经制造了 不可摧毁的盾牌 他为什么要做锋利的锚 那就是一个国家的政策 他除了这样 唯独其他所谓的反介入 跟区域巨址以外 他创造了不可摧毁的盾牌以外 他当然有航母 航母才能够在整个世界 海上霸权当中 占有一席之地 何况现在我刚刚跟各位提到说 现在所有 从巴尔干化以后 所有的政策工具 都已经武器化 所以军事 文化 经济 贸易 分不开了 我们看是军事 但是经济一样重要 所以你又看得出来说 美国找到这些国家 不论是澳洲或者纽西兰 都跟大陆玩两手策略 日本也是一样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所有的急眼联盟也要 或者是要跟美国成立 所谓的跟大陆一样 造出所谓的防卫的一个系统 基本上不太可能 最后一点就是 大陆现在所采取的 不是只有风水跟隔离 他们自己会有更多 更多的设计的概念 我待会要跟各位报告 都说你不要忘记 当马斯克的星链计划 在俄乌战争当中 发挥极大功能以后 其实中国大陆现在 自己也发展中国式的星链 在未来几年当中 它要发展发射出 超过2.6万颗的一个地轨卫星 而地轨卫星所需要的奈米 叫65奈米 它需要晶片 不用到台积电的2奈米 65奈米就可以用到 试想谁都可以发射 那问题是地轨卫星 包括这无人机 或者是无人艇 它为了精准对焦 打击或者是航母等等 都能够完全地配合 这种情况之下 请问美国人 要拿什么跟它比呢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地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快点购618 狂欢年终器 超啥优惠等你来拿 全场购物最高想10%回馈 还可用100元 加购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赶快加入抢购行列 并输入推荐码 想更多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 practicalacks